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应该找一家专业的医院 帮采琳治疗 关键是要隔绝她跟外界的联系 你说呢 只好这样 我现在就去找 不行 如果这样的话 我闺女就真的成了精神病了 那这辈子不就完了吗 不是你理解的那个样子 彩琳啊 现在确实是一种精神上的疾病 你明白吗 那她说的不是那种医院吗 不是 可是事情太奇怪了 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 债主跑到这儿来避债 他们是怎么知道彩琳住在这儿的 会不会是黄家强又匆匆搞鬼 倒不像是她 叔叔 可能是我这边出了点状况 我拜托我个律师朋友 去深圳调查一下彩琳公司的情况 是不是那边走漏丰盛了 你是故意的吧 妈 你别误会 小飞的那位朋友去深圳 了解彩琳公司的情况 是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彩琳 了解什么呀 不就是欠债吗 连我都知道啊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有这么复杂吗 阿姨 我是真心诚意想帮彩琳的 您千万别误会 小飞 你是真心也好 诚心也罢 反正这些债主 是让你引来的吧 你这不是诚心要看妮儿的笑话吗 我家闺女是和小鹏好过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你至于的吗 记恨到今天呢 小飞根本就不会有这种想法 你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 就这么责怪她 那那些债主怎么解释 再说那个律师又是她的朋友 妈 小飞绝对不会有这种坏心的 现在不是咱们互相猜疑的时候 彩琳才是咱们的中心 什么中心呢 如果当初你不和彩琳分手 她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吗 你怎么起来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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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不要生阿姨的气呀 老王啊 毕坎你眼儿怎么了 你 你 你 是不是活得特别失败呀 您看 我自己生活得这么糟糕 还惹了这么多的麻烦 我是不是不配做您的女儿啊 你在妈眼里 永远都是优秀的 不是 优秀的女儿 是不会骗妈妈的 我骗了您 我远嫁到香港 其实我是自己把自己卖给了黄家强 我跟你说 家强在澳洲没回来呢 其实我是不想你见到她 你不提她 我们一定要跟她离婚 在她手中啊 我不过就是一个被她玩弄的小玩物而已 白天我可以是她 对外炫耀的小天使 晚上 晚上 我就会变成不太队怨的奴隶 她只要一不高兴就会疼不疼 我身上的每一处伤 都是拜她所赐 对了 妈妈 你摸一下 你摸一下 我头后面是被我打包 这个大包就是她打的 摸到了没有 好大的一个包是不是 没有啊 女儿 真的没有 妈说的是实话 不对啊妈 我都摸到了 你没摸到 女儿 妈 我没说谎 真的没有 妈 我挺恨你的 我以为 我永远都不会回到这个让我伤心的地方了 是你让我又再一次回到了这里 我以为她永远都不会看到我的生活这么的糟糕 是你让她什么都看到了 妈妈 您说 我还有什么脸在活下去啊 好 你说 摁 这么class sea θε 怎么办呢 他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呀 黄眼 女儿 姜